刚才说到了 我们中国人很讲人情 当然 我们希望所有的人情的事情 也都是在法律框架内 能够得以有效的解决 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法律 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 不能用法律 来维护我们的权益 不能用法律 来保护我们的后代的时候 我们 我们的心情 不仅仅是痛苦 我们有更多的感觉 我们有痛苦 伤心 耻辱 几个月来 和官方的官员 也一直在接触 不管就一些问题 交换一些看法 我们也都充满善意 我们个人受一些委屈 没有关系 我们都成年人 我们可以承受 但我们希望 这个国家的未来 变得更好 让更多的 以后会长大的这些孩子们 生活在一个美好的国家里 没有恐惧 没有迫害 我没有想到 我这么激动 我这些话 我也是发福肺腑 我希望我们的当权者 能够倾听到 能够了解到 我们民众的心愿 做过错误 做过错误 没有关系 我们及时更正 包括一个丈夫 在此呢 我能做的 就是发发我们的声音 呼吁当局 尽快的 释放尔未畏 释放 最近抓捕的 很多的 这些好人 这些对国家 对社会 充满责任感 这些人 我想呢 官方呢 表示出一定的善意 我们是能感受到的 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希望能够看到那一刻 我们也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共同的 协商 沟通 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们中国 泱泱五千年的 这种 文明 在世界 我们是一个 泱泱大国 我们应该做的是 一种文明的姿态 展现给世界 而今天当局的 这些做法 我们不能 再沉默 我们必须 要给予批评 当然我们更多的是一种 期待 是一种展望 我们希望我们共同 解决很多问题 共同的把这个国家 打造的更美好 不再有更多的 这些迫害 不再有更多的家庭 遭受伤害 简单说两句 皆是宝宝的事情 最近呢 也简单的了解了 一些情况 很多孩子呢 仍然得不到及时的救治 包括有一些孩子的 病情更加的严重 当地的政府 包括 这么说呢 相关的各个部门 都是置之不理 我们希望 首先从人道的角度 从最起码的 为所有的孩子的角度 去着想 切实的 做一些 牧师的事情 我想 我们所有的家长 会有一颗宽容的心态 看待以往 曾经发生的 我们每个家庭 事件上的这种 惨痛的这样子 悲剧吧 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可以承受一些委屈 但是我们希望 我们所承受的所有的委屈 能够为这个国家 待在更美好 为我们的后代们 能够创造一个 更好的一个社会环境 在那样的一个社会环境下 我们所有人的后代 都是安全的 在一个仍然在 要强调 希望所有的事情 能够纳入到 法治的程序 公平公正的 用法律来解决 所有的事情 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 我们就很多问题 刚才提到了 我们都会有人情的 这方面的理解 但是前提 人情要建立在 法律的框架之内 建立在公平公正的 这个范畴之内 对于今天当局的 这些做法 我们只能批评 至于说 我发表这些批评以后 如何来对待我们 我们不能去考虑了 我们希望我们这些 哪怕是弱弱的声音 能够哪怕 唤醒更多人的 这些思索 唤醒当局 这些执政者 当权者 他们哪怕一点点的 这些反思 我们遭受 带大的委屈 我们都觉得欣慰 所以最后呢 再呼吁 再强调 尽快的释放 爱慰慰 尽快的释放 包括染云飞 包括所有所有 我们因良心 而走进监狱的人 我们这个国度 我们要 让良心的东西 严重下去 孩子睡着了 孩子呢 上晓 这次回来呢 孩子总担心 我随时又会被抓走 孩子 也总是在跟我说 爸爸 不要再忙事情了 否则他们又会抓你了 碰到这样的时候 我只能去劝慰孩子 我也对我的家人 对我的爱人 谈过这些 我相信 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 会理解 会认同 我们今天 做的这些事情 我们也期望 我们今天 做的这些努力 刚才提到的 我们遭受的这些 委屈 遭受的伤害 能够让他们以后 少遭受这些 以至于不遭受这些 我想呢 简单一句话 孩子是 国家的未来 每个家庭的未来 我想 高职 当权者 下重 每个平民百姓 我们都去反思 今天所发生的 所有的不正常的事情 然后都理性的 切实的 拿出更好的 解决的方案 当然关键重要的 还是在我们当局 因为今天当局 做了很多事情 确实 应该让我们 严厉的批评 甚至有些事情 已经做到 让我们无法忍受 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我们不能保持沉默 我们也拒绝沉默 为了最起码的公平 为了这个世界 为了我们这个国家 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 最起码的政务 就这样吧 孩子 睡了 就这样 我希望能够 吃 谢谢观看